這兩部其實都是相同的EOS KID 只不過是顏色不同 香蚊色,黑色 這部黑色都是28mm至80mm 這個MARCO 它的ASA是可以不同的人手改變的 但是對普通方便的用家來說 最重要是可以自己檢測 放好菲林進去 剪短了18張 它會一次過拉出來,拍完就會自己進去 正常來說,我們開機就可以去P Mode 自己檢測快門和光圈 這個快門先決,光圈先決 就是自己改一個光圈,控制它的景深 Menu,Menu就是這個快門 按在這裡就是做一個光圈的改動 當然有一個一堆的模式 又是人像,Lenscap,Cose-up,Sport,Night Scenery 現在自動的POP UP 所以這個叫做POP UP Flash 除了Bilt-in之外,還會是POP UP的 我們去到P Mode P Mode就不會POP UP 這裡就是選擇一個對焦點 有時候,人的主角不在中心裡 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試試一下 Cell Time Cell Time Cell Time 就開啟了 開啟了 閃燈 聽到啵啵啵聲,就去對好招 就準備Cell Time 防红眼亦是一个提示 自动时代要离开 否则就继续自动时代 这个是功能键 这个是防红眼亦是防红眼亦是一个提示 这个是多重曝光 多重曝光是可以设计最多9张 我试试设计3张 3张拍摄 它是没有相片的 我会告诉你还有2张 再拍摄 再拍摄这张 它就听到相片的声音了 那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 是抵抗 就是如果在抵抗 加一个2级 我们会拍摄一张正常 就会拍摄一张负二 即是减2级 和拍摄2级 那以前那些 光差很大的就会这样做 现在数码就有HDR6 其实都是这样的概念 正常就亮就OK了 镜头这里有这个MACO的设定 扭去80mm就可以做一个MACO微距的功能 而这里就是 手动对照还是AF 通常我们用这些机器都是AF的 便招 后面的日期背 和Panorama全景模式 基本上按住它就可以自动连拍 例如 通常 光圈先决 自己控制光圈 控制景深 风景就可以用一个小一点的光圈 即是好天的时候 你转光圈 其实它自己就会 告诉你那个快门的转变 这个M 比如说 我现在在室内 当然是要暗一点 现在 现在 你看到 现在 你会看到 用这个 快门和光圈设定 它就告诉你 高了两级 即是超过了 我继续把快门 调教 其实 这个 数码的差光标 会告诉你 相同在里面 都会看到的 下面有些绿色字 不然要太近 就拍不了 基本上 那个光圈 快门 是可以 控制的 即是说 其实 你 不是很懂的 你用一个 Program 全自动 或者用光圈 先决 就很方便 拍照 如果说 你开始 可以掌握到 可以用 Menu 拍一些特别的场景 所以 这些 绝对是简单 非常简单 拍完 就自动 回卷 因为它刚才每张都缩进去 所以它回卷很快 然后把它缩进去 基本上就是这样 试完